周作人的生平与便捷 而事实上 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中国新文学文坛的重要作家 在五四时期 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在文人和青年中影响广泛 具有历史积淀的象征意义和现实需要的号召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 十年52岁的周作人选择了滞留华北政权首都北京 并跻身傀儡政权高层官僚集团 在沦陷区内外 国内外 机器巨大反响 周作人的身上 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 不了解周作人 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与此同时 有观点认为 周作人的辩解与悲剧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很深的联系 不了解周作人 就不可能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周作人 1885年1月 周作人 出生于浙江 绍兴 有说法认为 周家以宋代著名的大陆周敦仪为始祖 有着八百多年的历史 周作人的祖父 周福清 是汉林出身 曾在江西 京西县 任知县 也当过几年金官 无论如何 虽然到周作人出生时 周家已是破落大家 但依然可以说是小康之家 周作人的幼年 正值封建社会 走向墨落之际 他目睹了周边封建社会默契的衰败景象 在他的心中 科举 鸦片 蓄切 还有禅足 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 非人性的部分 这对于周作人产生了一个影响 那就是此后 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 但对这些摧残人 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 他是绝不妥协的 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 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893年 周作人九岁时 祖父周福清因犯科厂代人行贿罪而被误 使得这个古老行疆崩溃的大家族遭遇了打击 周作人因此被送往了外婆家 过了一年的避难生活 避难回来后 11岁的周作人进入三位书读书 在这里 他接受了良好的中国正统文化教育 周家三兄弟 另有三妹四弟因病造妖 据小弟周健人回忆 二哥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 不固执己见 很好相处 倒是大哥周处人 也就是鲁迅 尖刻 不饶人 这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波未平 一波幼起 祖父的案子过去没多久 父亲玄机不久 就得了重病 周作人和兄长 母亲 因为寻找医治的药物 而疲于奔波 但也终究无济于事 大家都知道 鲁迅的小说《药》 就是里面出现人血馒头的内部 以及鲁迅后来到日本留学时 选择学医 都与父亲的病有关 1898年至1901年 周作人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 但均为极地 1901年 周作人和兄长鲁迅 进入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 在江南水师学堂 周作人从读严复翻译的《天眼论》开始 对西方文化进行广泛接触 迈入新的世界 其间 他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开始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对革命实践活动 表现出很大热情 不过 因为1903年10月 一次呕发的大病 周作人的革命激情受到遏制 他又恢复了作为文人的常态 回归到中国的传统 他在日记中 将自己大病前后的思想 做了一个概括 近年 我之思想大变 西主强权 金主卑靡 西主欧化 金主国粹 即 他在东西文化选择上发生了转移 这是他在接受西方文化以后 第一次向传统文化倾斜 1904年下 祖父周福清去世 和祖父秦深的周作人备受打击 也许是出于对传统的追怀 也许是亲历的病与死 引起形而上的人生意义探索的兴趣 周作人于1905年初开始读起佛经来 佛教对于周作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的思考方向由此发生转移 既从现实政治层面的关注 转向抽象了人生哲学的思考 于是 周作人从热衷于政治活动 转向文学活动 当然 他的文学活动 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 个人趣味的色彩 他最初开始从事的 是西方文学的翻译工作 此后又开始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 通过翻译接触西方的文学作品 他开始具有了向全世界开放的胸襟和眼光 而这也使得他对水师学堂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半新半旧的格局 产生了厌倦 于是 他在1906年考取北京练兵处的 公派日本留学机会 前往日本学习建筑 1906年6月 周作人和兄长周树人 以及另外两个同乡结伴前往日本 此时的日本正值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 有几分神秘又令人神往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 衣 食 住各方面过了全是日本生活 周作人在东京住了六年 不曾回过一次家 他把东京称为第二故乡 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群体中 蔓延着革命的气息 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 也加入了光复会 成为革命党员的一员 周作人虽然佩服 同情这些革命朋友 但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实际行动 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热情 所以他始终与这些朋友 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所向往依然是悠闲自得的 读书生活 不过 周作人十分顺从胸上 所以他其后也参与鲁迅 一届外国文学 以改造社会的翻译启蒙工作 这一时期 周作人虽然与实际政治活动 保持一定距离 但仍保留着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极尽思想家的评和 1909年 周作人与日本女子 与泰信子结婚 也正是自此开始 他开始真正深入学习 日本的语言文字和文学 对于日本文化 有了相当深入与深刻的把握 成为一名地道的日本通 周作人看待日本文化 有着独特的视角 他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作为同一文化类型来看待 以一种更加宽泛的人类之爱 代替了相对狭隘的 互相民族之爱 周作人这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观 其实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看法上 例如 他曾针对朝鲜文化评论道 朝鲜的文化虽然多半是中国的 却别有意义 它是中国文化的联络 它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 也是日本文化的启发者 在日本直接与中国交际之前 朝鲜是日本唯一的导师 举凡文字 宗教 工业 文物各方面 无不给予极大助力 就是近代德川期的陶瓷工艺 也还是由于朝鲜工人的创始 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客观 重肯的拙见 1911年 由于经济原因 周作人携夫人与太信子回到故乡绍兴 他回国不久 便爆发了辛亥革命 但周作人对以暴 易暴的方式 似乎特别敏感 对于他来说 无论对任何人 施加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 都是对人权的侵犯 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是他一生坚持的原则 也对他的政治选择与判断 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民国建立后 周作人在教育界求职 一则为了养家糊口 二则希望躲避政治风浪 他依然无意介入政治 工作之余 他继续从事 借助翻译的思想启蒙工作 这一时期 他翻译了不少 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 并对俄国 东欧 希腊文学 进行了议介 1917年 周作人受时任 北京大学校长 洪湘 蔡元培邀请 前往北大担任教员 此时的北京正值新文化运动 勃然兴起 1917年9月 周作人被北京大学 聘为文科教授 兼国史编转处编辑员 教授欧洲文学史 罗马文学史 在北大期间 周作人和鲁迅 刘半农等一起 掀起了白话文革命 成为新青年同仁集团的一员 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启蒙者之一 例如 1918年5月 他的一作《真操论》 鲜明地提出了 妇女解放官 在人道主义下 重新发现妇女 而其后 他又一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无论是妇女解放 还是社会主义思潮 都是这一时期 思想最牵引 由此也可见 周作人 实际上当之无愧的 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先锋与干将 尤其是五四时期 周作人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形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观 1918年2月 他写成《人的文学》一文后 发表于《新青年》上 提出应该提倡人的文学 反对从儒教道教出发的 不合于人道非人的文学 这篇文章在提倡新文学 抨击封建思想 封建文学方面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对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 周作人得了泪魔炎 这一病就几乎是一年 1922年 1922年1月22日 他在《陈报》 《复卷》上开批了一个专栏 提名曰 自己的原地 重返文坛的他宣称 我想现在讲文艺 第一个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 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 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其实有着自己的良知 1922年 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 将基督教信仰和外国势力挂钩 而加以一刀切的反对 对此 周作人在报章上发表 主张信教自由宣言 反对非基督教 非宗教同盟运动 在他看来 维护宗教信仰自由 是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这场运动 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群众运动 周作人敏锐地觉察到 封建思想或原始思想 会改头换面的重来 以多数的力量来论是否 来压迫个人 这是他所反对的 周作人因此也与陈独秀 等共产党人分道扬镳 1923年 对于周作人来说 还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那就是他和兄长鲁迅的失和 1923年7月14日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 从此以后 彼此必不见面 直到鲁迅逝世 周作人和鲁迅 原本关系很好 鲁迅对周作人 在生活上 事业上 都是关爱有加 而周作人对鲁迅 也是钦佩 崇敬 自古长兄如父 由于父亲早逝 兄弟几人 相依为命 可以说 周作人的人生 每一步 都是鲁迅 设计 安排的 关于1923年 兄弟失和的原因 所以也有意见 认为是政治原因 但一般普遍认为 是由于家庭所事 导致反目成仇 因为周作人娶的 日本人妻子 并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 二十年代的周作人 并未放弃 民族主义立场 1925年初 他在语思上 发表元旦试笔 公开宣布 我的思想 今年又回到 民族主义上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中日交战 这等于是把日本 视为第二故乡 与日本有着 亲戚之友谊的周作人 置于相当困难的境地 尽管如此 他在同年 应北京大学 学生会之邀请所作 他在同年 关于征兵的讲演里 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 力主修武备 用强力来对付日本的侵略 并要求追究 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态度相当激昂 但当1934年年底 写就契文旧武时 他开始考虑更为实际 中国的武备 中国的武备究竟如何 是否具备与日本开战的条件 而他对此 是持悲观态度 周作人认为 周作人认为 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 人家有海军 没有打 人家已经登岸来了 他认为 对于中日关系 及其出路的思考 需要从另一个角度 即非军事的角度 也就是文化的角度 进行考察与选择 周作人开始关注 对日本文化 对日本文化与民族性的研究 他以理解日本国民 及文化的亲日派自居 这在当时 亲日即亲敌的时代氛围下 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周作人认为 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 有很好的因 很快就重想 可是缘却不好 这多少年来 政治上的冲突 成了文化接触的 极大障害 于是 他要求人们抛却 政治上的冲突 专谈文化接触 他认为 既不能因喜爱 日本文明 而回护其丑恶面 也不能因为 憎恶暴力的关系 而以为日本无文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钱李群先生认为 周作人 在当时大多数国民 为仇日情绪 所支配的情形下 能这样继续保持 清醒的理性态度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他同时指出 当侵略与被侵略的 政治 军事 经济冲突 成为中日关系的 主要事实时 周作人 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 去考察中日关系 从逻辑起点上 就走向了迷雾 他这种文化决定论 唯文化至上主义 试图以文化 超越政治的做法 成为他最后 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理论根据 到了1937年上半年 华北的形势日益紧张 北京城也即将陷落 走与不走 成了摆在北京学人面前的 一道选择题 周作人对中国现有政治势力 都持不信任态度 既不愿南下随国民党 也不肯北上跟共产党走 于是只有留下了 成为当时北大留在北平的 四位教授之一 1938年2月9日 他出席日方召开的 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 消息传出 全国上下一片骂声 1939年3月 在生计艰难的状况下 周作人接受了日委当局 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 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 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 9月3日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 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并于1940年12月 继汤尔和之后 担任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兼教育总 总署督办 完成了从学者文人 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 因为这一段经历 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后 被捕破刑 新中国成立后出狱 内容整理 周作人自小 保读中国传统诗书 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他在江南水师学堂 受过新式教育 接触过西方文学 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 归国后 成为五四时期 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因提倡人的文学 和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成名 后服务于日委政权 周作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 文学理论家 评论家 诗人 翻译家 思想家 中国民俗学开拓人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于中国文学 和思想界的贡献 是毋庸置疑的 影响一代的学人 不应该因为他的晚年的亲日 而否定他在中国近现代 思想文化史上的先驱性地位 周作人早年 其实和他的兄长鲁迅一道 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现代思想史上 最具特色的思想 是对于人的发现 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女性的发现 儿童的发现 对封建礼教的抛击 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 还有对自由与宽容思想的提倡 他早年也曾具有民族主义情节 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分道扬镳 也曾经历过一个变化过程 这也从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国近代思想多元的光谱 周作人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 选择了亲日 这虽然是他个人的选择 但作为一代思想启蒙人物 和文化精英 他的选择背离了自身 早年的理想 也放弃了知识分子 做回社会守望者 与思想灯塔的作用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对自我的放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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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